哈喽 大家好 我是毛哥 最近华香美二手手机市场价格已经乱成粥了 很多新机都是当二手卖二手也是爆将大几百 现在档口的老板一天都是亏个好几万出货 现在已经到达四楼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行情价格 早上跟阿杰沟通过 要一台黑色一台白色的 这一台橙色白色的橙色不太好 咱们就不要了 咱们就拿一台金色 一台白色一台金色是给头条的两位老铁敲的两台mix无所的 然后咱们就拿一台黑色一台金色吧 所以二手手机市场什么价格都有 要看什么货色具体 咱们只挑质量最好的 咱们现在过来挑两台L3国航的256G 现在价格也挺优势的 这些都是库存新机 就是全新过保的机子 价格非常给力 这用起来也是非常流畅 挑机的过程还是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这一台后置摄像头有 里面有灰 然后咱们就不拿了 整体外观还不错 就是摄像头后面有灰 这一台都是被咱们打下来的 咱们这种机器都是不要的 OK 咱们大概挑了20分钟 挑了两台机子富士康A23国航的 现在的档口老板都是在清货 这里有一些苹果7加28的 刚好一个公司 然后要几十个苹果7 然后这些机子打包十几个 给一个公司发货 这些橙色都是非常好的 老板都是挑顶级的好货给我 橙色电子效率都非常高 这是6S未激活32G满宝的手机 这里大概有300多台 档口的老板都是新机当二手卖 都是二手的价格一千多一点 都是满宝365天的手机 这种机子真是真香剂 作为备用机非常的不错 毛哥就挑了两台出来 都是查过序列号 都是过过艾斯 电池一次 都是满宝未激活的手机 真的是非常香呀 好 现在咱们下三楼 去拿机台平板 拿完平板 咱们就要回家开始车机发货了 今天也收了几十台手机 这两台也是让大口大姐留的全新iPad 2018 价格也非常美丽 一台黑色 一台白色 今天视频到这里 谢谢大家